真的是有所谓的县市豹吗 台中有一名男子涉嫌冒充超商主管 要收取一日的营收 那么骗了公读生打开收银机 拿走了将近五万元 却没有想到这名男子疑似是太过紧张 再加上天气冷 离开超商七百公尺之后 居然中风倒地身亡 黑衣男子向超商店员表示自己是超商主任 刚与店长谈妥要收取一日营收 公读生不宜有他 打开收银机拿出四万九千元 男子则洋装讲电话到仓库巡视 却趁机逃逸 店员惊觉受骗赶紧报警 金方在清查男子身份的同时 又接获在超商七百公尺外 有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摔倒 这一查才发现就是诈骗超商的嫌犯 这个人是这样 扛着 对 然后全身僵硬 然后这个脸都已经发黑了 疑似天气太冷 加上行骗后精神紧张 导致身体不适中风摔车 骗来的钱一毛都没花 就因为心肌梗塞死亡 52岁男子特地从台中搭火车到苗栗行骗 没想到却会因为气温骤降而混沌异乡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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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